截至2017年 全国一共有中小学校25万余所 共计在校生 约一亿八千一百七十万余名 你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吗 第一年的时候 他欠我一杯奶茶 我为这杯奶茶 鼓舞等了四年 法定杰家人不应该不知所业 应该让我们好好的钱 我到底这么热 大家知道我这个头发哪儿来的吗 我一定要素逃你 我今天想对我爸爸说 爸爸你以后能不能不在家里 等一下 海风教育少年说待会儿见 海风教育少年说 现在继续 本节目由妈妈放心的在线一对一辅导 海风教育冠名播出 江南义 最义是杭州 本期海风教育少年说 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 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人文与科技的互相结合 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 今天让我们和加油团一起聆听高新少年们的声音吧 继续 加油 加油 黄建西 加油 黄建西 加油 黄建西 好 我是 四零七八的 王敬昕 今天 我只想对我妈妈说 我到底 是不是从垃圾桶里解来的 是不是从垃圾桶里解来的 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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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每当你生气的时候 总是说我是从垃圾桶里解来 虽然我知道 这是在开玩笑 但是 这样的玩笑 一点也忘记 信以为真了 垃圾桶里 怎么能解说 像我这么 帅气 聪明 来 到孩子呢 因为 你每一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都把自己弄得浑身脏兮兮的 妈妈让你去到卫生间里 把自己洗干净 你总是 秒库的出来 然后 我们家 到处都留下 你那五指三的印子 其实 你是一个很懂科学的宝贝 游若今天一样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 你这么调皮 妈妈真想把你塞回肚子里去吗 你顿了一下说 那不行呀 我塞回肚子里面去 还会游到你的蓝指里去的 所以 我得变成小磕蚪 游回爸爸肚子里面去 其实你看 你是一个很懂科学的宝贝啊 游若今天一样 你一直都是妈妈的骄傲 妈妈爱你 谢谢大家 说实话 家长对孩子说什么 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随口一出 孩子真的会往心里去 会当真的 所以不能在小孩面前乱说话 尤其是重复很多遍 对 但是妈妈后来解释 而且这是孩子的自己的解释 说我要游回你肚子里 得游回卵子 那我得游回到爸爸肚子里 这充分说明在四年级这个年龄段 他们整个家庭教育的 性教育这个领域的成熟度也很高了 而且我记得生 这应该如果在课程上算 应该属于是生理健康课 对 应该小学就开始已经上了这门课 是的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吴嘉怡 来自802班 我想说的是 现在国家提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节日 在我们中小学生 应该了解传承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们却因为作业被控在家里 这很有道理 对 今年元香 我就因为作业没有去看灯会 我觉得非常遗憾 所以我认为法定节假日 不应该布置作业 应该让我们好好做个节 好 吴嘉怡同学 容老师想对你说 传统节假日 我觉得你们是应该多了解 老师听到了 以后老师会 老师会 给大家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不止歧视多样的作业 妈妈 还想不见 感觉我是来减负的 怎么又往我身上压了两大包袱 我可以让大家去体验这个传统节日 但是希望大家回来以后 希望你去体验了这个节日以后 给老师呈现一份感想 或者通过班会 让大家展示一下 你所了解的元宵节 这样的话我觉得 比我们走马观花去逛一逛更有意义 你说是吗 四 反杀 准备 准备 从什么心想 A 还灭 这样还是老的辣 谢谢老师 不用谢 来啦 来啦 大家好 我是来自403班的魏子侧 我有一个朋友 他非常健忘 他的名字叫做詹炫 为什么说要健忘呢 是因为一年的时候 他欠我一杯奶茶 结果我为这杯奶茶鼓舞的了 四年 我每天都去问他 什么时候他去给我 结果他的回答永远都是 明天 虽然我不认为我们的友情 就得被区区一杯奶茶中断 但是 我真的非常想喝那杯奶茶 现在我今天就可以还给你了 谢谢 你好 紫色 问一下这位容易健忘的同学 你为什么答应要给他一杯奶茶 忘了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当时为什么 我用一包奥利奥换他一杯奶茶 结果就后来发生了事情了 结果奥利奥吃了 奶茶也没了 对吧 一袋奥利奥换这个牛奶 你亏了 我是给他的一片 一直给他一片 一片换一杯牛奶 来 如果你当年是拿一片换的 我啥也不说 你赶紧下去把它喝干 要不然再等几秒 肯定有了 过去从没这点儿了 好 加油 滋肥在西瓜而已 一起喝 你再喝 你再喝 有衣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断开的 某些东西它可以再争回来 可有衣就不能再争回来了 不过我也希望你锻炼一下机型 我基金比你好 才怪 不可能 每位少年都有自己的小小心愿 有的是想要拯救国慢 有的是想要成为科学家 有的是想要爸妈的陪伴 今天这群高新少年们 会和我们分享什么心愿呢 今天我想对我的妈妈说 你四年前就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可是 你从来都没有给我办过一张 电话卡 没了电话卡 就不能打电话 不能发短信 不能用四季 妈妈 你是专门来啃我的吧 我的名字叫 赛依林 我身高一比八 是全球最高的女生 作为一笔排球运动员 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训练比赛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所有的赛依林都很努力 所有的赛依林都是地产 我的理想是想开家民宿 这就是我和爸爸一起画的图纸 一起画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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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民宿做到全球八强 我希望全校师生都来我的民宿 我免费招待大家 我的舅舅 是海军陆战队的特种兵 他的职业 让我看到很神圣很光荣 所以我也想当一个 英俊勇敢百发百中的狙击手 最后 最后 我想当军机手里面 打架子虎打的最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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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米洁 好可爱 羊娃娃似的 我一定要吐槽你 大家知道我这个头发哪来的吗 都是被我这个老爸卷起来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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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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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以为我是自然卷 第一次带着这个头发到学校 叫的叫泡面 叫的叫爆炸头 然后爸爸妈妈都说 他们不懂 然后我心里想不可能的 哈哈 那你已经这么多年直发了 爸爸想给你换一个造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那你当时选的不是你也选了吗 你也不是看了吗 你也不是喜欢的吗 你也不是喜欢的吗 你看着他喜欢 看着照片里那个小孩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现在你敢跟我说条件了 你暑假旅游是不想去的 是不是 好萌啊 好可爱 大家好我是三零一班的苗欣妍 我今天想对我爸爸说 爸爸你以后能不能不在家里抽烟啊 好严厉啊 爸爸 浮面 惨愧 你回家给我等着 我告诉你 小小你还不给我面子呢 这么多的你这么说 你老爸 你老爸也就这么一点小习惯 你就被你这么说出来了 但是你每次都在家里抽烟 对我和我妈妈的身体健康很不负责 让你知不知道 我俨然看到了 她妈妈跟她爸爸训话时的场景 对 这样子悄悄 你呢不让我抽烟是 也是为我考虑 也是为你妈妈和你自己考虑 对吧 是为我们好 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我还没说呢 你还没让我说完呢 你怎么这么霸道呢 你先得让我说完 那这样子 那你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那我们做一个交换 我也给你提一个要求行不行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呢 我也做到 这样行不行 你说 你这样子苗欣扬 你现在其他的什么生活小习惯 什么我都觉得挺好的 但是唯一一个习惯 是爸爸最受不了的 你是什么呢 就是喜欢看电视 要去躺在沙发上 或者趴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是哪怕你在羊排上面抽烟 你抽电子烟 我都可以不来管你 但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抽烟呢 如果你坚持要在家里抽烟的话 那我肯定要跟你立个规矩了 什么叫你给我立规矩 你没大没小了吧你 但你每次都在家里面抽烟 我不跟你立个规矩 谁跟你立个规矩 这个不叫立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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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苗欣扬 等一下 慌张了 加油 爸爸看到敌人多人脸了 好了 现在该留到我回答了吧 你先规定出我那个 在家里抽烟的范围 你不许在家里面抽烟 在家里抽烟 就等于在我们面前抽烟 我们难道不在家里面吗 严谨 我给严谨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能够在家里的时候呢 我可以抽吗 不可以 那我们回家 不是满家都是烟味了 那不跟下手烟有什么区别呢 扩栓一步 你不能在杭州抽烟了 扩栓一步 你不能在杭州抽烟了 你别捣了 别捣了 别捣了 你要捣住了 你们别捣了 爸爸以后再也不在你 这个家的范围里面抽烟 你们都听到了吧 好了 你要答应我 你答应我来 我答应你 以后我看电视 不超过半小时 也不躺着看 趴着看了 你看电视距离呢 也不很近 绝对绝对不能超过一米 就要在一米之后 不一米还太近 你最喜欢要两米以上 可以吗 可以 说好了 说好了 如果你反悔的话怎么办 你先说 如果你反悔的话怎么办 我反悔的话 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跟我讲 马上给你买过来 如果你反悔的话怎么办 你让我干什么话都行 这是你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的 大家都听见了 苗星你今天说得很好 表现非常好 爸爸很满意 你是爸爸的骄傲 双方在一轮紧张地谈判之后 达成共识 我是来自706班的孔囊奇 今天来呢 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件大家都经历过的事情 大家小时候都犯过错吧 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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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父母打过吧 记得小时候 我犯错的时候 父母就这么问我说 知道错了没 我对我父母说不知道 父母对我说 你既然不知道你错哪 你是把我打一顿 下一次我学乖了 父母说 知道错了没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你还犯错 你是又把我打一顿 说知道不行 不知道不行 那干脆不说就行了 默认 然后父母说 知道错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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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不说话 又把我打一顿 事实证明 想逃挨打是不可能的 不犯错 也不可能 所以说我们应该多锻炼 我们应该多锻炼 多锻炼 这个结论 腹肌练出来 肌肉练出来 打起来就不疼了 常打 当然的 我还想对下面的家长们说 多给孩子们一份关心 不要老用打和骂的方式去 对孩子的错误 用这些行为 大家支持我吗 好 谢谢大家 这说得好 这说得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604班的丛欣宇 好 宝贝 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 相信大家 现在都有小弟弟小妹妹了吧 没有 有些人想有 我有一个妹妹 她九岁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妹妹 我有个问题困扰了我九年 我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说给妈妈听 小的时候我生病了 爸爸抱着我跑出去 脚趾受了伤 好久才好 可是现在呢 早上的时候 我几乎看不到妈妈的身影 她每天早上忙着给妹妹穿衣服 洗脸 吹着她吃饭 一点都没有顾及到我 有一次 有一次在学校里面 我等了妈妈 等到六点半 我找不到她 后来还是黄老师给她打电话 她接到电话的第一句话说 我忘记了 我以为你回家了 我妈妈忘记了 照顾 照顾妹妹 顾虑了姐姐很多感受 爸爸妈妈天天围绕着妹妹转 我忽视了我 我希望你们能不能分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时间给我 有点起求的状态了 一点点 一点点 她不渴求更多 她只希望一点点就好 宝贝 妹妹比你小 可能妈妈会关爱的她多一点 我知道妹妹小 我不奢求什么 你们就分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时间给我好吗 您放心 爸爸妈妈以后会抽出更多的时间 陪伴你 妈妈非常高兴 你非常勇敢地 在少年说中 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 女儿 你很棒 妈妈要用行动 告诉你 妈妈和爸爸永远爱你 妈妈妈也爱你 妈妈我也爱你 妈妈我也爱你 柯杰操它的目的是为了健身 而不是为了好看 所以说我希望能把它改成 大家都适合跳的柯杰操 妈妈 不要再让我当姑女了 我的梦想是 以后当一名帅气的女警察 爸爸 我很崇拜你 你是我的偶像 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 当一个受人尊敬的急诊科医生 诊敬科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 大家要去多多了解一下 古代的那些文化和艺术 毕竟咱们是中国人 对不对 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少年说 参与青少年的成长话题讨论 今天 我们就要毕业了 今天我就要毕业了 我要毕业了 我毕业了 我们已经毕业了 我们就要分离 但是 你写给我的纸条 我都还留着 谢谢你在我高档生活中 给我很大的鼓励 未来很长 希望我们的友谊更长 是你们当初的认可 让我有了做自己更好 投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下面大学等着 我高三一年的努力 就是为了去那里陪你 所以我高考的志愿一定 一定会是中国海洋大学 哥哥你一定要等我 他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 要我们喊他妹爷 不要喊他李老师 妹爷 我真的很感激你 把你的高档生活拿出来 让我成一倍吧 以后我还跟你一起继续加油 好吗 我喜欢你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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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毕业了 少年收 毕业特辑 6月25日 下周一 19点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